在最新一期的海肥王中 最大的看点和悬疑就是最后出场 被吴老星跪拜的伊姆大人 而胆大的王友又来了一波猜想 那就是伊姆大人就是香克斯的父亲 最大的原因就是吴老星单独接见红发的缘故 能让世界政府的二把手腾出时间单独会面的 必定身份高于二把手 那么就只能是和伊姆大人存在着血缘关系 但是小编细细研究以后就发现 这种说法其实就是不攻自破的那种 完全经不起推敲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就足以说明一切 第一点待遇不同 网友猜测对于红发的单独会面就足以说明身份 但是细细一看其实就会发现 吴老星见到伊姆大人时 全程跪拜 又是忌惮又是尊敬 可以说就是当做爷爷一样的对待 而反观红发的接见 只不过是在带来情报的基础上的单独接见 没有一点出于尊敬的意思 试想如果伊姆大人时红发的父亲 吴老星能不怕吗 第二点 红发并非天龙人 在前几话中 伊姆大人单独去宫殿 中看的顶巨大草帽 而那个草帽和现在陆飞的草帽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陆飞的草帽是红发送的 而红发的草帽是罗杰送的 而伊姆大人对于这个草帽的重视 就足以说明罗杰和天龙人有着不一般的关系 而并非红发 第三点 对陆飞痛下杀手 伊姆大人作为世界政府的最高统治者 看到吴老星对于伊姆大人的忠心可以看出 伊姆大人拥有着知晓一切的能力 没有人能在他的面前弄虚作假 所以吴老星也表现得非常忌惮 作为一个神一样的统治者 伊姆大人一定知道红发和陆飞的关系 红发为了救陆飞失去一条胳膊 可以说就是富与子的关系 而如果红发是伊姆大人的儿子 又怎么会对陆飞痛下杀手 将陆飞的悬赏令割碎 就是让他灭亡的意思呢 如果说红发就是天龙人统治者的儿子 陆飞第一个不服 从以上三点来看 红发是伊姆大人儿子的猜想 基本可以无视了 至于这样猜想的海米 你们可以动动脑子 洗洗睡了 本文由动漫资讯社原创 严禁转载 发现必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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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